我先恭喜柯文哲 八月六號沒有人會傳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辦臺志國安是其中一案 那叫黃盛那檢察官 升主任檢察官到基隆去了 那大家投票都通過高票 所以八月底以前 不會傳他 九月開始吧 先讓他好好過生日 再拉回基隆 像民進黨也有做民調 大概我們智庫民調 大概罷免把他抽出來 要罷免他的十幾趴說 一定會去投票 然後十幾趴是可能會去投票 大概三十 三十二十五就我覺得一半一半 然後如果這個美麗島這樣做的話 表示我們在進步一點 表示現在策略好像都算成功 現在我大概描述一下 現在空戰陸戰的簡單描述 他陸戰其實走得很深的 黨部已經下達命令到小組長 一個小組長大概管十幾個黨員 一個理最大叫常委書記 那一個理裡面的一百個黨員的話 大概有個七八個小組長 這是黨的組織 然後基層的組織 李林長他當然是這個直接掌控嘛 所以他陸戰他是比較有信心 他對空戰比較沒信心 他空戰我認為還是會仰賴 就是有台北的人來幫他 他不是把NET 硬拔下來 交給微風做 微風不是印你要給他兩千多萬宣傳 他把這兩千多萬宣傳錢砸出來啊 這個再考慮 空戰這不是空戰嗎 你這樣做的話可能會更危險 我都還記得那個宣傳費 都不攏 我覺得弄到同志委家旁邊 那什麼這些事情 台北人要選形象比較中立一點的 講話比較敦厚的 太兇的人去 太太統的人去 我認為未必是好事 因為今天不是死馬當活馬 醫馬 這個馬只是受傷可以醫好嘛 因為我覺得二十五趴不見得一定過喔 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欲速則不達 可以緩一緩 為什麼他還要邀請洪秀柱 洪秀柱其實讓中國邀請就好了 為什麼謝國良要邀請他 第一個 他現在還沒定調 對邀請人這一項空戰還沒找到人 有在接觸 還沒有定調誰是總發案人 而五六個發案人 這空軍就成型了 當然後面朱立委員有他的影子在幫忙嘛 第二個 就是既然這個沒有定調的時候 目前他的策略是任何人來都歡迎 所以陳佩琪 陸軍很紮實 你現在講換陳佩琪 你吃了一頓飯就這麼拚命講謝國良大話 我要吃人的嘴軟 給你吃兩多飯還得了 我是因為他叫什麼七段 減蘇培 減七段 我是睡八段好不好 因為我是原告 陳佩琪啊 我覺得想太多了 他加入那個民眾黨對他老公沒有幫助 好不好 今天只是讓你這個黨更小 然後你要保衛 表示他對官司更沒信心 他不可以讓黃國昌得逞 然後把他推翻掉 所以陳佩琪來的話 我認為是目標 還是代理主席跟臺北市長 我的觀察是這樣子 好 所以他扯那麼藍白破局 什麼有的沒有 你覺得說太多了 是說這個還要創什麼就對了 現在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現在我們好歹還有十九二十八 他只剩六趴 換他趁你們就對了 我們吸心大法嘛 把下巴吸過來 他當然是第一個為了官司 他講的話看 他以為老百姓認為他老公比較清白 第一個 第二個他一定要講狠話 免得繼續死血 整個方向是這樣走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前新竹市長高鴻安 他到底市政效率好不好 今天有一個超高效率的事情 就出現了 有市民這個 租下一個看板 就寫說高鴻安 一審被判七年四個月 市政百爛一事無成 這樣不行 才弄出來沒多久 今天中午就立馬 這個把他這個拆下來了 行政效率看起來很高 但是我們來看看 一百一十二年度計畫補助行 這個預算預算數 超過五百萬的 來看看這個全數保留沒有執行的 他應該就是說中央都給你錢了 希望你好好做事 結果你卻錢放著 沒有用 不會用 還是不要著 幫忙著 你看光是在這個 新竹輕軌紅線建設計畫 大概就是有一億 沒丁沒當 留著不用 全部加起來高達六十億 在他的手底下 有錢沒有動 這叫市民請何以堪 拆一個罵市長的看板 馬上就拆掉 預算給他編了六億給他 一個新竹市 六億是很大的數字 尤其是這個紅線它只是計畫 就有一億 紅線對新竹市是很重要 它是連接車站 然後到竹科 然後再到高鐵站 所以它是一個線 所謂就有線道一百二十二條 一個延續 所以對整個新竹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路線圖 但是高宏安區那邊就任 快兩年了吧 一年多 一個開始研究的這個費用 一毛錢都沒有動 這整個一億元就是保留預算 我跟你講 一般人 縣市首長沒有在保留預算的 好不好 錢到我的口袋裡頭 用都要死 也要把它用完的 那你高宏安既然保留這麼多的預算 除了這一筆之外 還有公務局的預算 體育 衛生局 文化局等等 總共六億元的預算 它都沒有用 這個東西所以說你難怪 大家就會知道說 你每天就去幫球場這個檢土 後來檢土 你說你要送美國 後來發現你也沒有送美國 所以你每天也不曉得在幹嘛 就在打你的官司 所以你搞得就是一事無成 然後你看這個所謂秋成員一上任 就開始帶人去看那個 你被人家罵地下道 睡了很多遊民的地方 去整理說這裡怎麼這麼亂 是不是要清一下 那至少秋成員有帶人去看 那你高宏安沒有 每天吵的新聞不是回建築嗎 就是你的這個什麼棒球場怎樣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這個事情 做這個幾年的這個市長 真的是一事無成 還不許人家掛看板 那高宏安至於高宏安 現在就變成說 你到底要不要事先辭職 然後罷免或什麼東西 變成一個徵典所在 現在是說你現在賭一個事情 就是說你高宏安 第二會不會被罷免 在十二月二十四號之前 如果被罷免成功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就是 就要改選 改選的話就不是中央拿走的 如果是超過十二月二十四號之後 被罷免成功了 那你這個地方就是中央指派 所以現在包括高宏安的很多好朋友 就勸他趕快離職 主要都是這個洪海幫的人 因為洪海幫現在很忙 他原董事長高 郭台銘也有會選案 然後這個高宏安也有這個案子 然後又多了一個茶葉案 對 我的天啊 然後這個兒子也因為這個連署 一個總統跑到國外去 所以這個姓劉的董事長好像蠻麻煩的 在救朋友救很多 那也考慮到說這個時候如果辭職的話 再去藍白河再選的話 新竹市恐怕還可能是這個藍白的手裡面 但是等到中央指派人選的時候 那這個新竹市大概就是歸中央了 所以說他們賭的就是高宏安二審是怎麼樣 會不會超過十年 會不會有這個所謂有罪 如果是二審超過十年有罪的話 我告訴你 我覺得如果依照這樣推的話 明年年中也就是說最晚也是二審會定業嘛 定業你覺得有罪的可能性大 還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可能性大 罪責向上增加的可能性大 還是罪責減少的可能性大 現在賭這個 如果說你剩下一年半 如果你是罪責增加 然後又有罪的時候 這地方就中央接管了 就民進黨派人接管 這是國民黨最不想看到的 對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在勸高宏安 你趕快辭職嘛 所以現在地方 因為現在不管過去的什麼 吹哨者聯盟 復仇者聯盟 痛恨死高宏安 現在高宏安在那個位置 很多藍白的地方人士 也很痛恨他啊 萬一被民進黨吃掉的話 那你高宏安不是成為千古罪人嗎 不只對高宏安是最有利的 可是對國民黨最不利 現在國民黨很麻煩 國民黨會贏一樣 不只對民眾黨應該也還好 因為邱承遠也是民眾黨 現在是你做嘛 我們最壞結果是 所以民眾黨為什麼要讓國民黨有好處 對啊 所以他應該還是不會 所以不同不獨不武 對國民黨最不好 沒有 民眾黨可能 怎麼說你知道 因為不同不武 對他不辭職不同不獨不武 維持現狂嘛 好 那今天一直做做做做做 邱承遠是民眾黨 民眾黨絕對是沒有輸嘛 那民進黨也是希望這樣子 民進黨跟民眾黨利益是一致啊 跟國民黨是相反啊 我不談他們動機 我談最後的結果的利益 邱承遠帶帶帶帶兩人多 但是你超過十二月五號 你就是中央指派的人啊 他他很可以繼續代理 因為現在地方一直放話說議長 有辦法讓他失陶路 對啊 是什麼事情 你現在就是藍白的 另一是一樣的 不是不是你聽我講 我是有邏輯的 他今天邱承遠一直代理 代理的話 代理的話 他代表民眾黨選 對不對 那他是不弱的 當民眾黨不弱 國民黨就很麻煩啊 民進黨就減餘翁之力 你是分裂的狀態 而時代力量的票跟民進黨比較近 民眾黨跟國民黨是一撥票 所以邱承遠代理代理代理 代理到這個程度 他非選不可 那時候國民黨就很難選 而且國民黨小的還小 然後長大的立委 也不能隨便辭去去選新竹市長 我們每一席立委都很珍貴 當然還要搭配 看罷免案到時候選辦法怎麼修 那是個很複雜的 全部集中在新竹市 新竹市長 新竹市長